中共撤大肆撞板立陶宛議員說 半年後就會靜靜回來 美中國問題專家說 習有兩心病不敢輕易攻台 全軍方拒絕打仗向習近平告狀 不為戰狼惹禍埋單 整肅娛樂業ColorOK遭殃 網民說北韓真是我們的未來 鄭州公布炮水車超過40萬架 網友說排列整齊此無地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8月13日星期五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我是雪兒 近日有社交傳媒帳號 慕容法輪功名義發帖話 將會撤出香港 香港法輪佛學會12日澄清 沒有打算撤出香港 香港法輪佛學會表示 香港法輪功沒有建立任何官方的社交傳媒帳號 譴責有人在故意製造事端 利用假帳號製造假新聞 對此保留法律追究的權利 法會又強調 香港法輪佛學會是香港合法註冊的社團 享有《基本法》保護下的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 有社交傳媒帳號11日以香港法輪大法學會名義發帖文 說法輪功學員將會撤出香港 多間傳媒再也引述該帖文 香港法輪法學會今年2月13日曾在網站發表聲明 澄清部分社交帳號以法輪功、香港法輪大法學會等名義 冒充法輪功學員並不代表法輪功 近日中共在幾宗外交事件上遭受挫折 一宗是中共盜讚瑞典生物學家造謠美國施埃下的病毒溯源之事 結果一向中立國的瑞典看不過去 上演了一幕國家之間造謠和闢謠對決 瑞典已一指尋人啟示希望生物學家露面 令中共急忙撤稿、自打嘴巴留下一個餘音迴響國際的笑柄 另一宗外交事件是中共近日又撞板 8月10日中共宣布召回駐立陶宛大使 並要求對方也召回駐華大使 以報復立陶宛和台灣匯設代表處的事 不過歐洲的彈院小國一點都不示弱 立陶宛政要開始發聲反擊 其中一名議員 中發文譏諷說 不出半年中共就會低調回來 10日當日 立陶宛總統魯塞達對傳媒表示 立陶宛和中方的關係 應該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 立陶宛可以自行決定 與哪個國家發展關係 如果對話變成單方下最後通疊 這個在國際關係上無法接受 立陶宛外交部當日也發聲明回應說 對中方之舉表示遺憾 同時重申立陶宛本住一個中國的原則 如歐盟和世界其他國家一樣 決定與台灣建立互利關係 歐盟發言人當日表示 對中方的行動感到遺憾 又說中方與歐盟成員國立陶宛的雙邊關係 已經無可避免會影響歐盟整體與中國的關係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回應事件時說 我們與北約盟友立陶宛站在一起 當日立陶宛國會有台小組主席馬爾德基斯 在Facebook發文說 立陶宛無意干涉中國內政 但也不能忽視世界的真實現況 目前一系列國家都在台灣開設了代表處 順帶一提 梵蒂岡甚至早已承認台灣是真正中國 馬爾德基斯還譏諷地說 過去中共也曾經多次召回駐外大使 但他們也在半年後 肖然返回駐在國 相信這次會這樣做 圍繞台灣問題 近期中共對台私壓力度增強 美軍將領、正學界人士陸續有人對北京 可能在未來幾年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提出警告 對台灣可能成為美中衝突熱點的擔憂在增加 美國一名聯邦資深議員對美國之音表示 台灣是中共的把心 華盛頓必須加強在地區的威懾能力 美國眾議院外委會共和黨首席議員麥考爾 8月較早時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 對台灣成為美中之間的熱點感到擔憂 他同意美國提供台灣必要的防衛武器 因為中共對台灣的軍事意圖非常明確 麥考爾說 我們知道中共從軍事的角度上想得到台灣 我已經同意外交委員會提供台灣軍事武器 以便能夠自我防衛 我又和負責太平洋司令部艦隊的上將交談過 確保我們在該地區有威懾能力 令這件事不會發生 麥考爾說 她和台灣總統蔡英文見過多次 包括在紐約的一次晚餐聚會 很清楚的是台灣時刻擔憂來自中國共產黨的威脅 麥考爾又對中共在香港的強硬手段感到憂心 不過她說台灣才是北京真正的目標 麥考爾說 我對北京一槍不發 就以國安法接管香港的咄咄逼人軍事作為感到擔憂 接下來台灣真是處起把心 她還說 習近平主席很有可能嘗試奪取台灣 我們必須在南中國海為台灣及其近輪提供軍事威懾 以防犯這種咄咄逼人的軍事行動 不過中共是否真的計劃近期內武力統一台灣 美國專家的看法各有不同 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張家敦 8月3日在接受大紀元思想領袖英文節目的專訪時表示 目前的情況雖然很複雜 但習近平實際上不會為台灣而試圖派一場戰爭 他認為習近平有兩個心病不敢動台灣 張家敦說 第一 為了中共佔領台灣 習近平必須有一名將軍 控制中共的全部或大部分武裝力量 這將會使得這位將軍或上將成為中國最有權力的人 我認為習近平不會這樣做 第二 中共外交政策的頭號目標不是奪取台灣 而是保持共產黨的權力 即使習近平認為能夠佔領台灣 他的代價也是可怕的 他可能也不會這樣做 因為習近平知道共產黨可能會因為可怕的代價而跨台 另一方面 近期中共的外交部批軍方軟弱激怒軍方 在北戴河會議期間 南華早報放出消息說 中共外交部和國防部在處理國際關係問題上發生內鬥 各自向習近平告狀 8月9日 南華早報引述中共一名內部人士的話 中共外交部和國防部為了話語風格而明爭暗鬥 外交部在國際上盡情口舌之快 樹敵無數 而當民主國家被戰狼激怒 和中共真的到了戰爭邊緣 中共軍方卻拒絕與多國聯軍交戰 消息人士說 外交部和國防部的爭鬥甚至鬧到習近平那裡 外交部甚至批評中共軍隊在與美國打交道時過於軟弱 軍方則向習近平表達了對外交部戰狼外交的擔憂 說不會為他們的不負責任言論埋單 報導還說 總部設在北京的全球化智囊CCG 上月舉辦中國新罪事研討會 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柱欣在會上警告 外交部正在形成奇怪的外交內宣化 造成宣傳對象混亂 很難區分到底是說給外國聽還是說給國內聽 報導引述分析說 在過去幾十年 中共宣傳分成對國內和對國外兩套標準 對內強硬反美 對外則謙虛低調 被稱為紅貓外交 如今外交部和國防部的互隊 突顯中共外交圈的戰狼和紅貓兩條路線出現更大的衝突 不過這篇報導在幾小時後就被撤下來 又傳出接受採訪的柱欣被高層警告 中共戰狼外交始於習近平時代 南華早報的報導似乎 暗示習近平的外交政策在黨內引發爭議 評論人士認為如果該消息屬實 有可能是反習派向外界洩露高層正在內鬥 還有習近平難撐大局的秘密 聲稱絕對忠誠的軍方有自己的看法 對習近平戰狼外交惹出的麻煩拒絕開戰 戰狼在外遭遇挫折 絲毫不影響中共對國內各行的整肅 近日中共對大陸各行的整肅進行到娛樂場合 8月10日中共文化及旅遊報發布一則 在7月26日成文的 歌舞娛樂場所卡拉OK音樂內容管理暫行規定 規定說嚴禁歌舞娛樂場所播放的 卡拉OK音樂曲目中含有危害國家統一 煽動民族仇恨、違反國家宗教政策等內容 文化及旅遊報為此建立了全國卡拉OK音樂內容審核專家小組 建立全國卡拉OK音樂違規曲目清單制度 要求各娛樂場所自審內容 相關規定從10月1日開始實施 英國獨立報The Independent報導說 中共文化及旅遊報發布的新規定 將一步壓制言論自由 報導指這次不是中共第一次禁止在卡拉OK場所播放的歌曲 2018年有6,000首曲目被禁 2020年又以宣揚暴力為由封殺100首曲目 對於中共審查卡拉OK曲目 網民驚呼 紅歌時代全面來臨 文革又來 紅歌時代 我們是北韓嗎 日本政綱大學教授楊凱英認為 中共已經開始推進文革2.0 她說現在要全面唱紅 所以文化會走向凋零 現在中國正走向全面鎖國 在思想上和意識形態上 已經無法和國際社會掛鉤了 河南暴雨 水庫模擬景洩洪造成的鄭州720洪災 到底淹沒了多少生命 可能成為中共永遠的秘密 不過 近日經港隧道 無數地下車庫和無數街道被淹 留下的泡水車數量浮出水面 數字驚人 以至於有網友不敢多問 車主在哪裡 8月11日 河南省汽車行業商會發布統計結果 鄭州泡水車已經超過40萬架 據鄭州當地傳媒引述這份統計結果說 鄭州目前共有40萬架車因災受損 河南保險機構共接到李培報案 41萬2,300宗 初步估計損失98億0400萬 報導說 因受損機動車超過保有總量的8% 40萬架泡水車成為暴雨後最難解決的善後問題之一 該報導沒有談及現在車主是否還在 以及與洪災相關的死亡人數等 之前 河南官方通報 水災中292人遇難 失蹤47人 民間對官方的數據一直傳移 有網友指洪災中京廣隧道變成死亡隧道 隧道內當時恐怕有上千架車 但至今官方只是承認拖出近300架車 發現6名遇難者的遺體 之前有網友拍攝的錄像顯示 其中一個停車場停放了大概4,000架泡水車 場面令人觸目驚心 大多數車輛都被泥包著 很明顯這些不是停在街上的泡水車 而是經過了大洪水夾果的泥沙洗劫後的結果 網友形容是汽車墳場 質問人呢 鄭州到底死了多少人 有知情網友披露 我身邊很多河南朋友 有些在這次洪災中失去親人 但公司和國保特務已經威脅他們 不能亂說話 否則就工都沒有了 還會被拘留 另有網友分享不同空地的泡水車照片 有網友說整齊得好像墓地 很可怖 彷彿世界每天來到 荒謀地面 泥泥的汽車 人去了哪裡 另有網友說中共的謊言 從他們非法見證開始 還差這次嗎 今日的紀元頭條就到此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我是雪兒 明天見 謝謝 大家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